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一起读圣经的时间 今天我们所要读的是以西节书的第42章 以西节书的第42章总共有20节 这一章的内容在讲 神使以西节看见内院中祭司们所使用的圣巫被测量的情况 以及圣殿四围被测量的结果 我们来把这一章分一下段落 我们将它翻成两段 第一段是1到14节 祭司们所使用的圣巫的测量 以及圣巫的用途 第二段是15节到20节 圣殿四围被测量的情况 我们为今天所选的要解是13节到14节 经文这样说 他对我说 顺着空地的南巫北巫都是圣巫 亲近耶和华的祭司 当在那里吃至圣的物 也当在那里放至圣的物 就是宿祭 赎罪祭和赎欠祭 因此处为圣 祭司进去出了圣所的时候 不可直到外院 但要在圣屋放下他们供职的衣服 因为是圣衣 要穿上别的衣服 才可以到属民的外院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读完了40章48节 一直到41章26节的经文内容 这些经文的内容主要是在讲 神使以细节先知 看见神的使者对神的殿 也就是圣所至圣所测量的结果 我们今天所要看的是第42章 这章的内容看起来简单 但大家若是仔细读经文 就会发现 以细节用文字做描述的 有些圣殿内建筑区域的信息 我们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就能理解 所以读本章的时候 特别是1到12节 就让我们带着信心 接受经文已经讲的情况 再结合着我们给过大家 关于40章的经文的想象图 大家就可以大致的来确定 经文所描绘的圣殿内的 相关区域和方位 如果有什么不同的理解 也完全没有关系 我们就可以将那些不好理解的部分 留起来作为奥秘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段 1节到14节 这段经文讲了 神使以细节先知看见了 神的使者对内院中 祭司们所住的房屋 进行测量的情况 同时也告诉了我们 这些圣屋的用途 当我们在读第一节的时候 其实那种混淆感就容易产生 有不少写著诗书的人 因着第一节就告诉我们 神的使者是将以细节先知 从内院的区域带出来 到了向北的方向 来到了外院 所以很多的圣经学者认为 接下来 先知所记录的一切的细节 都是他在外院当中 所观察到的 而先知所记下来的 其他别的细节 从1节经文所讲 又带我进入圣屋之后 直到第14节 先知所描绘的圣殿内的区域 都是集中在内院 也就是祭司们所住的房屋的部分 那在这里问题就来了 我们跟大家说过 在切禧年间 神的圣殿 他的外院 要比普通世俗世界 所在的区域 地势要高 就是所谓的 要爬7级台阶 然后通过外院 再到内院的时候 又要上8级台阶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人在比较低的建筑层面上 怎么去观察并描绘 更高层面上建筑的细节 这就显得有些不合情理 因此我们认为 在第一节当中 实际上包含了这样的内容 神的使者 先是带着以西节出来向北 到了外院 然后又从外院上台阶 进了内院的区域 这个细节先知并没有讲 在文字中 他紧接着就说 又带我进入圣屋 于是从圣屋开始 他就开始用文字 来描绘一切 与祭司们所住的圣屋 相关的一切建筑细节 这样说起来就通了 关于经文当中 所讲的圣屋的内容 在之前的经文中 已经提到过 大家可以参考 41章的12节15节 还有前面40章的45节46节 从第一节后半节的经文 一直到12节 以西节就描绘了 跟这些圣屋有关的细节 他叙述道 这圣屋 乃是一排顺着空地 一排与北边 铺石地之屋相对 圣屋的长度达到100轴 宽度有50轴 有向北的门 或是可翻译为朝北的门 圣屋对着内院 有20轴的作为通道的空地 向着外院的部分 则有铺石地作为延伸 它的第三层楼 有楼廊对着楼廊 这些描述大家都可以做点想象 圣屋前有一条夹道 不宽只有10轴 其长度与圣屋相同 都是100轴 房门是向北开 圣屋因为有楼廊 占去一些地方 所以圣屋上层的面积 就小过下层的面积 第六节特别做了解释 这圣屋是有三层 因为不像外院的屋子有柱子 所以上层比中下两层更窄 圣屋外是靠着东边有墙 并且仅靠着外院 长达50轴 而靠着外院的圣屋 长50轴 另外圣殿北边的圣屋的形质 也是一样 它的长度也是100轴 第九节特别加以说明 以细节提到 在圣屋下 东头有进入之处 就是从外院进入之处 这显示 由于内院高过外院 所以那在内院范围内的圣屋下 有专有供祭司们行走的通道 使得那些从外院来的祭司门 可以借由这些有着楼梯的通道 直接上到内院 并可快速的进入圣屋 因为祭司门要履行 在神的面前服侍神的责任 十节到十二节 是简略性的叙述 这里从方向上转到圣殿的南边 在小字中是讲到南 原文做东 以细节说 在内院墙里有圣屋 一排与铺石地之屋相对 一排顺着空地 这其实就是前面 第一节到第九节内容的描述 以细节将他们讲话了 但他告诉我们的意思是 这里的情形与前面所描述的情形一致 他又告诉我们 这圣屋前的夹道 与北边圣屋的夹道 长宽一样 出入之处 与北屋门的样式相同 正在墙前 夹道的东边 有门可以进入 与向南圣屋的门一样 先知以细节 随着神的使者观察到了 对内院中 祭司门所住的圣屋的测量 并加以描述 那接着十三节十四节 神就透过自己的使者 告诉以细节 这些圣屋究竟有什么用途 我们知道前面 一节到九节 是在描述圣殿区域北边的圣屋的 而十节到十二节 是描绘圣殿区域南边的圣屋的 那神的使者在这里就做了说明 经文告诉我们说 他对我说 顺着空地的南屋北屋 都是圣屋 既是圣的 也便是指 他不是提供给普通人来居住和使用的 甚至就连那在外院中服侍的立位人都不行 这些乃是亚伦的后裔当中 尤其是撒多的子孙们 所使用的圣屋 大家可以参考第四十章的四十五节 四十六节 这些圣屋具体拿来做什么呢 神的使者告诉以细节 他说 亲近耶和华的祭司当在那里吃至圣的物 吃至圣的物是这些防务被使用的第一方面的用途 大家同样也可以参考后面四十四章的二十九节 还有立位祭第二章三节 十节 十章十二节到十三节 按照旧约律法的规定 以色列百姓透过祭司们在神面前献祭的时候 在这里经文所说的像是赎罪祭和赎欠祭 所要使用的祭生的肉都必须由祭司来煮 而照着四十四章二十九节的讲法 这两种祭肉献祭的祭司们是可以留一部分来供自己享用 这也是神养活那服侍他的祭司们的方式 我们在读立位祭的时候 就包括以色列的祭司们 神的名在神面前献祭祭 他们同样也可以留当留的部分 大家可以参考立位祭二章三节 所以西节书四十四章二十九节中说 祭祭赎罪祭和赎欠祭 他们也就是指祭司都可以吃 以色列中一切涌现的祭都要归他们 我们要知道在圣经中祭物 无论是素祭或是牺牲的祭 都是象征和预表着主耶稣基督 他为神的子民所成就的救恩 因此在这里神的子民得享救恩的福乐 而那服侍神的祭司们也得享救恩的福分 这乃是神给人的恩惠 除了第一方面的用途 第二方面的用途便是 经文中所说的 也当在那里放至圣的物 就是宿祭赎罪祭和赎欠祭 因此处为圣 这是在讲祭司们所使用的房屋 乃是被分别为圣的 所以无论是宿祭 或者是那要被献为赎罪祭和赎欠祭的祭物 都可以存放在祭司的房屋内 因为这里最为安全最为可靠 因为那属神的物一定要被放在那已经被分别为圣的所在 否则就会沾染到世俗的污秽 十四节又讲到了 祭司的房屋门被使用的第三方面的用途 经文说 祭司进去出了圣所的时候 不可直到外院 但要在圣屋放下他们供职的衣服 因为是圣衣 经文讲得很清楚 圣屋乃是祭司们存放圣衣的所在 当他们到内院 神的殿中去供职的时候 要穿上圣衣 穿圣衣的地点就在这里 等到殿中的服饰完毕 他们就要再回到圣屋内 换上自己日常所穿的衣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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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